我對嘉義的一個印象就是 這個城市是不斷的在拆老房子 然後在蓋假房子 一個城市的公有資產的活化 應該要更清楚的策略 而這個策略是要跟你 這個城市發展的定位有關 那所以說因為它的政策的方向的關係 所以變成說這些舊有的建築必須被拆除 就是把一個很棒的東西拆掉 然後說以後我們要幹嘛 這裡會有發展 結果其實是沒有的 那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很負責的政治決策不是嗎 對這些公有資產 不管是土地或建築 它最佳的活用的方式到底是什麼 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需要被討論的事情 如果沒有舊的這種所謂的歷史的建築物 歷史的建體 事實上我們的記憶就很難保存 而一個城市如果沒有歷史沒有記憶的話 它恐怕它的未來發展 恐怕也是一種非常讓人家感覺到 無力渺茫以及不知所措的這種狀態 所以怎麼樣去發展很重要 是對於它對它的歷史的態度 對於過去的記憶的態度 事實上就決定它如何發展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